南投燈會普里水燈區開幕在即 縣議員廖志成在這次的定期會中提出建言 希望觀光處能夠融合地方特色妥算來規劃 打造一個永續性的活動 幫助地方發展 而這次的水燈展是將燈座放置在琵琶溪中 縣議員許阿甘希望縣府相關單位 要把關吸水的質量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現在去會刊的時候你能夠了解 這個義賣客牧場的水質 有部分那個客單 龍座 惡草 那些魚人在那裡 魚在那裡 魚沒有人敢吃 而且雜草重生 所以這段時間希望你們 這個齊全作業要幫他們先去做 要去做得好 所以蠟燒 草草 不知道你的水燈燈會 我花多少錢 也是每一種不足 玻璃水燈區從中心大雪實驗林起 至中正路中正橋為止 近一公里的展區路段 平時有大型車輛進出 加上臨近停車空間不足 縣議員林芳以呼籲觀光處妥善規劃 將活動辦到最好 其實這個交通動線的部分是相當重要的 希望這個能夠詳細的納入 能夠下去規劃我們的交通的問題 停車場的問題其實也可以結合地方上的一些 一些在地的 或許他們願意提供他們私有的土地也說不定 所以我們多方的去了解看看 玻璃水燈區是玻璃鄉親眾所期待的一場活動 縣議員王彩雲要求縣府相關單位要動起來 結合地方產業共同來規劃 讓在地鄉親有感才是這次舉辦水燈區重要的目的 我希望把這個機會把這裡還有所有的我們觀光處的 還有各單位的配合的大家一起來 讓我們所有埔里區的議員都有感受到 林縣長對我們大家的觀光商機注入在埔里 這是我的期待 由於今年來埔里地區都沒有舉辦大型的活動 鄉親非常期盼南投燈會的展出 希望縣府相關單位要向緊發條 省慎嚴謹的規劃 讓埔里水燈區能夠打出知名度 變成一個可以讓地方永續經營的活動 記者 陳建豪 陳偉一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 在台灣的時候 請按照較重的